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朋友 你们好 欢迎大家参观我们三藩市博道会 网上的语言崇拜 今天我们继续思想约翰福音的信息 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六节至五十九节 题目叫做不死不罪 我们开始思想这段圣经之前 请和森帝塔和祷告 慈悲尼阿知父我们本心多谢你 我们承认我们都是罪人 得罪了你 求你怜悯我们 我们知道罪的公格是死 但耶稣基督的死代替了我们的过犯 以致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盼望 我们多谢你 求你继续今天的经文去挑战我们 改变我们 安慰我们 督责我们 我们今天祷告赖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虽然奥夫只说过 未知生 焉知死 但我们中国人对死确是一种莽名的恐惧 这种恐惧最容易看到的是 喪禮的习俗表现出来了 死者的家人 怕着他们陰间没钱洗 没屋厨 没车渣 于是就说去烧音纸 烧纸屋 纸钱 纸车 如果你看看他们焚烧的细索过程 你吓了一跳 旧衣服就用这部包着 用正佳的毛笔 详细著名的原籍姓名 以免是投帝失误 还有 烧的时候 口中念念有词 要说明 烧的是烧给谁 更奇怪的是 他们唯恐阴间 治安不好 有小鬼趁火打劫 尤其是像三藩市那样 分分钟被人打劫 所以要凌烧一笔小钱 贿露这些小鬼 所以这些就成为了他们的小废 还有 千万个不可以抢这一笔大战 你拿了这个小鬼就可以了 有些还没有 他们恐怕先人在地府门 所以除了烧前烧车 烧屋之外 更加烧烧烟 更加烧麻雀台 一部电视机 手机等等 所以说明一件事 对中国人来说 生前死有的生活方式 一样 并无分别的 在阴间和阴间都是一样的 不过不同的地方就是 在阴间的人 就要阴间施舍和救济 他们从会问 死者为什么要用钱花? 他们花是什么钱? 是不是死者仍要有知识住行? 死者是否要交税的? 其实他们怕死就是怕失去现在所拥有的 其实不单中国人是这样的 我认为全世界人都是这样的 就好像英国文豪Francis Bacon说的 人不怕死就好像新闻者怕黑一样 既然怕死 索性不提 所以我们中国人不说死字 他们说香了 拉柴 回旧时到 卖咸腊打 Game over 取而代之 但无论你提也好不提也好 始终人人都要面临死的这一刻 那我们就说死了之后如何呢? 我们就要看看中国人的仙字 神仙的仙字 对中国人来说 死后升仙当然是最好的 这个就变成仙了 本来古文的仙字 不是企人边穿个山字 是迁徒的仙字 不是餐厅边用企人边 一样读个仙字 仙是什么意思呢? 升帝也 正如俗语所说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所以仙是升天的意思 后来这个仙字 就改了做 这个深的仙字 改了做淺的仙字 就是仁山 仙者仁山也 好像住在云霧当中 又住在山上 全部被云遮掩 好像中国的黄山 好像仙境一样 总而言之 无论是仙也好 心的仙 或者是浅的仙也好 基本上的意思都一样 即是仙人就高于世人了 一个人怎样可以升仙呢? 当然方法各有不同了 譬如如逢来岛的杨贵妃 她的仙名就譬如太真 是经过了死 然后升仙的 当然也有退换的方式 譬如如吕洞斌三道成临楼 不用死就已经升仙了 这个跟一般人有点不同 但一般人就觉得 哇 这个太冒险了 也不知道升不升仙 如果升不到仙 变狗变猪就死了 他们以为太冒险了 升仙不容易了 倒不如追求长生不老 于是他们就追求长生不老药 因为拥有仙根的人实在太少了 所以要借着一些药物 或者一些做好人来求长生不老 好像汉武帝啊 秦始皇之类 长生是什么意思 即是不用死了 其实一言蔽之 阿罗也是怕死 怕死其中一个原因是怕死后 这个所谓的仙就做不成了 怕着做妖怪 变成个烂虾帽啊 大乌龟啊 这就惨了 变仙变怪 就在乎你世上 是不是继得了一些因德 你继的因德 多不多 清一清 够就升仙 不够就做烂虾帽 但如果再看看中国人的小说 诗词 没有一个人有把握 是升仙的 因为人人都有罪 我便想到 红流梦的贾宝玉 在一阵歌声中消失的时候 就念了一句诗 我所居是清耿之风 我所游是红无太空 谁与我世是吾谁是重 妙妙妙妙妙是龟痞大方 就好像金星达说一句 黄泉就无客女 今夜就宿谁家呢 其实无论你是大富翁 或者是穷光蛋 你是几个PhD 或者是犯夫走卒 或者你是圣人君子 或者是大奸大乐 或者你买重厌疏 或者是身无一物 或者你是老的 或者是乱的 男的或者是女的 人 律平等 Egal Opportunity 人人都有一天 会没了明天 总而言之 这个就是事实 通明人就死得去预备那一天 愚蠢人只死得逃避那一天 那你会问 怎样预备 耶稣就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凡备着信我的人必永远死 保罗死下你的权势在哪里 死下你的毒瘤在哪里 耶稣已经战胜死亡 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 耶稣就好像长江的大浪 来一个又来一个又再来一个 一个比一个更多更强更大更大 我所说的是耶稣的声称 他自己声称自己是哪个 一个比一个厉害 一个比一个惊人 一个比一个大 四十六节是第一个 你们之间谁能指正过有罪呢 五十一节是另外一个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若遵守这道 就永远不见死 五十八节又是另外一个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还会有阿伯拉罕就有了我 现在我们就长一来看看 这些经文人的声称 首先来看看 四十六节 你们中间谁能指正我有罪呢 耶稣对那些犹太人挑战 你们中间有谁可以指出他有半点罪来呢 这是非常大胆的声称 孔子绝对不会这么说 他也很谦卑说 君子道者三我无能言 人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对 孔夫子说我都做不到 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人 有这么大胆 好像耶稣说 他没有罪 不是 是的 我就想起黄安石 很出名的古人黄安石 黄安石 黄安石变化过黄安石 他写了一首诗 仿寒山子的不调 诗词是这样的说法 风吹那堂屋 静打破我头 雅亦自破碎 喜但我血流 我中不田渠 此眼不自由 众生不做众恶 亦有一记躁 他比拟众人就好像一片牙扁 掉下来的牙扁 打正我头 血流 所谓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犯罪 很多时候那些罪走到来 我们就这样犯了 喘人无己 其实那和人有不同 那是被动的 人是主动的 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 他规律了上帝的荣耀 但耶稣说 你们中间 谁能指证我有罪呢 你看看犹太人的反应 非常有趣 如果把这段圣经 編成一部剧 大概的情形是这样的 第一个回合 耶稣说 你们中间 谁能指证我有罪呢 犹太人的反应 雅口无言 第二个回合 耶稣说 见你们不语 便说 你们既然承认我是无罪 为什么你们不信我呢 49节 又等人的回答是什么 雅口无言 第三个回合 耶稣见他们是不说话 于是就自己答这个问题 你们不能接受神 不听神 因为你们是不时出于神 第47节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解释 如果你是龙的 无论音乐多么漂亮 你都听不到 不懂得欣赏 完全听不到 因为你是龙的 所以你不能够欣赏 如果你是盲的 无论周围有多么美丽的风景 你也不会欣赏 因为你是盲的 如果犹太人的心懒 是被罪恶蒙蔽的 如果他们是不出于神 他们永远不信 和不听神的话 原来犹太人相信 唯有圣灵在人心里面 将除除掉 他才能领受到真理 所以耶稣说 出于神的 必听神的说 你们不听 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 他们的冷静 全部被罪恶 默蔽了 这回犹太人老羞成怒 出口伤人 第四十八章说 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 并且是鬼附着的 这话 豈不是真的吗 犹太人被耶稣 刀穿了西洋镜 老羞成怒 于是就控告耶稣 你是撒玛利亚人 又是被鬼附的 奇怪 为什么犹太人称耶稣 是撒玛利亚人呢 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 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为仇的 犹太人鄙视撒玛利亚人 以为他们是贊总的 背叛祖宗 但有另一个解释 另一个可能性 耶稣和犹太人是说亚兰文的 撒玛利亚这个字 亚兰文是叫Shermeroni 但是有另一个字 亚兰文Shermeron 这个字 是叫魔鬼王 在可南经 就有说 这个魔鬼王 就是Shermeron 这个字 引诱犹太人拜偶像 所以Shermeron 可能是指鬼王 而当耶稣答变他的时候 他就否认 耶稣否认是有鬼附身 更加是否认这一切 所以我相信 这个字 如果译造鬼王 似乎比译造撒玛利亚人 更有可能性 这是我看法 我们看到一件事 犹太人和耶稣辩论的时候 他们不是寻求真理 他们是人身攻击 似乎今天一般人的伎俩都是这样 当我们讨论圣经是否 同性戀是否真 这些是否 我们就立刻 人身攻击 这个bigotry mean spirit 人身攻击 而不是讨论真理 一般人就是对真理的挑战 是没有兴趣 而是用人身攻击 这个正是那些法理赛人 用的科技量 但耶稣说 我是无罪 祂来是替我们赎罪 作了挽回制 但是我们也是一个罪人 我们罪恶 蒙蔽了我们的眼睛 被耶稣踏穿了我们的西洋镜 我们就日身攻击 这个岂不是我们日的伎俩呢 我们再来看五十一至五十六字 不死 接着耶稣说了一个惊人的声称 比以前更劲更强更强更大 耶稣在这段圣经又怎么说呢 耶稣说 我不是鬼父的 我尊敬我的父 你们都轻慢我 我不求自己的荣耀 有一位不是我求荣耀 定是非的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人若遵守我的道 就永远不见死 耶稣否认他被鬼父 否认他被鬼和父父 他寻求神的荣耀 不是寻求自己的荣耀 又怎么会是鬼父呢 而除了魔鬼呢 唯有你们既不荣耀神 亦都行明亦都不行真理 又无事无非 这样才是正式的鬼父 是魔鬼的跟随者 接着耶稣说了一句惊人的说话 而且是更加语气重的说话 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人若遵守我的道 就永远不见死 耶稣是什么意思呢 犹太人不明白 现代人也不明白 他问五十二字 阿波拉罕死了 祖先之下死了 怎么竟然说 人若遵守我的道 就永远不尝死了 难道你给我的祖宗阿波拉罕做大吗 祖先之下死了 你当自己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看文法结构 是非常有趣的 而我相信这里有两个重点 他很想强调 第一 他强调 他是一个战胜死亡的权兵 那个神 正义就是 如果你们遵守我的道 死亡不看见 直到永远 死亡这个字 希腊文叫father tom 是放在第一个字 通常放在第一个字 就是重点 强调它 正如我们说 49ers 一定会取得到 超级的牙齿 即是重点 在49ers 现在耶稣就说 死亡 不再见了 重点就是 死亡 没得再见了 第二点 他想强调就是 永远 死亡 不干见 这个字在希腊文 就是永远都不会见 直到永远 耶稣强调 他有胜过死亡的权兵 或者你会问 自乎自今 所有信耶稣的人 他们起来不是又死了吗 对 他们会死 不过 你还要后半句 接着会复活 就好像耶稣复活一样 对基督来说 是没有永别的 没有人可以叫我们 基督的外格 没有人可以叫我们 从基督里面的人旁 中国人求仙 升仙 只不过是 现今生活的延续 但耶稣给我们 一个新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 不能扭坏的生命 这个生命 是一个更美好的家乡 是一个新天生地的生命 而不是这个世界生命的延续 尤其是不明白 他不了解耶稣的使命 于是耶稣继续说 耶稣回答说 我若荣耀自己 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 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福 就是你们所说 是你们的神 你们未曾认识他 我却认识他 我若说不认识他 我就是说方的 像你们一样 但我认识他 也遵守他的道 你们祖宗阿伯拉罕 欢欢喜喜 仰望我的日子 既看见了就快乐 很奇怪 耶稣忽然又说起 荣耀和认识这个课题 说我不荣耀自己 是神荣耀我 你们不认识父 我才认识父 我是说不认识他 就事与你们一样 是个方法 究竟 这些话和死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我们回到整本药汉福音来看 唱歌来看 我们不难发觉到 耶稣的死和神的荣耀是同一件事 譬如好像药汉第十一章第四字 这病不至于死 哪是为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其实是说死的 是和荣耀有关系 人只得荣耀的时候还没到 这句话 耶稣受死的时候还没有到 是只要受死他一天 所以五十六节说 你们的祖宗欢欢起起 仰望我的日子 既看见了就快乐 我的日子就是指耶稣受死那天 是因为耶稣的死 我们所以永远不会尝到死尾 而且也可以认识神 经历神 因为祂为我们受死 除了我们的罪 我们的眼睛就清清楚楚 以致我们可以得着生命 最后我们看五十七至五十八节 就像刚才所谓 耶稣的讲道就像长江的浪一样 一个比一个高 一个比一个大 来到第三个声称的时候更加厉害了 他说 犹太人说 你还没有五十岁 岂见过阿巴拉罕呢 耶稣说 我实受了你告诉你们 还没有阿巴拉罕就有了我了 犹太人都梦查查 以为耶稣的声称 是他见过阿巴拉罕就说 你还没有到五十岁 五十岁都没有出头 你怎么会见过阿巴拉罕呢 于是耶稣就说了惊人之语 还没有阿巴拉罕就有了我了 就有了我这个字 希腊文叫Ego Ami 这个字 Ego Ami 其实就是上帝的称号 耶和华亚违的意思 耶稣不但自清无罪不死 他更加声称他自己就是上帝 他自己就是神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以致我们能够得到永生的盼望 此言一出 犹太人真是火滚 轻到极 这人警说自己是神 于是五十岁 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的躲藏 从殿里出去 当真理来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不单止不接受真理 反而千方百计想杀害耶稣 为什么 耶稣踩上他们的尾巴吗 他们就老羞成怒 做这些邪恶的事 弟兄姊妹 你认不认识耶稣 你认不认识你自己 耶稣是一个无罪 由死而复活 以至有永生的盼望 祂是神 我们认不认识我们自己 我们都是被罪恶所蒙蔽 今天我们听到这个福音 永生知道我们跟随谁 我们愿不愿意毁伸给这位基督 跟随他 相信他 也认为我们要坚持 我们才是对的 坚持 我们所作所为 是完全 完全的 其实 这个只不过自欺欺人 自己欺骗自己 你对死怎么看法 事实上 我们心里面的恐惧 就已经告诉我们 我们对死 是没有盼望 耶稣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被复活 凡不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者 满望 求主帮助我们 做一个聪明的抉择 请你同心低头 我一同祷告 天父我们就一次 多谢你 是因为你的缘故 以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求你脱去我们 心里面的罪 免得我们眼睛是被蒙蔽 看不到你就是一个永生的神 看不到自己就是一个罪人 求你怜悯帮助我们 祈祷奉耶稣必顾名求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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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